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是把中国孙悟空的法术 和西方漫威DC宇宙的英雄们放在一起比一比 现在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旅程 一起去探索这个神话与现代的世界 第一回合 体外分身 参赛选手 孙悟空DF3C曼哈顿博士 孙悟空的分身术 当我们提起这个技能 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些炫酷的战斗画面 孙悟空化身为无数个自己 各自拿着金箍棒 向敌人发行猛烈的攻击 但这个技能却有一个明显的弱点 那就是分身的力量会被分散 每一个分身的力量都是孙悟空原本实力的一部分 就像一支军队分散到了多个战场 虽然可以面对多个敌人 但每个战场上的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 曼哈顿博士的分身技术则显得更加强大 他的每一个分身都拥有原始的全部力量和知识 没有任何实力上的差异 这使他在处理多个任务或者应对多个敌人时 可以完全展现出原本的实力 而无需担心力量的分散 这就好像一支军队能够同时出现在多个战场 而且每个战场上都能以全力出击 所以孙悟空和曼哈顿博士的分身技术对比下来 虽然孙悟空的分身体显得更为灵活 但在实力的保持上 曼哈顿博士的分身技术无疑更胜一筹 第二回合 变身能力 参赛选手 孙悟空VS漫威模型 孙悟空的72变可以变成任何他见过的生物或物体 无论大小 形态都能轻松掌握 比如变成一个可不起眼的树 一只蚊子 任何他认识的神仙 比如玉皇大帝 他都可以完美地复制 这就好像你有了一个万能的变装箱 无论你想变成什么 都能变成 而且 这个变装箱还是高级定制版 可以模仿到每一个细节 相比之下 模型女的变身能力就显得有些局限 她主要的能力是模仿人类的形态 包括别人的外貌 声音 甚至是他们的衣物 但是 他无法变成物体或改变自己的大小 这就好像你有了一个基础版的变装箱 虽然可以变成很多人 但是 你不能变成一个吉他 也不能变成一朵花 所以 在这一轮对比中 孙悟空的72变显然更具优势 他的变身技术更加全面 更加灵活 几乎可以应对任何情况 第三回合 武器对比 参赛武器 金箍棒DF雷神之锤 孙悟空的金箍棒 这个神奇的棒子可以随着孙悟空的心意伸缩自如 它有14881磅的重量 几乎只有孙悟空可以拿起 它的材料未知 西游记中记载它是由深海中的未知金属打造而成 坚硬无比 在西游记的记载中它从没有损坏过 但是它打烂过很多其他的神器 然而 雷神的雷神之锤是由神秘的乌鲁金打造 重量极重 只有雷神可以拿起 当然还有美国队长 雷神之锤不仅有着极强的破坏力 还能控制雷电 甚至能帮助雷神飞行 它的材质虽然也很坚硬 但是它曾被海拉捏碎过 两者对比下来 孙悟空的金箍棒和雷神之锤力量相当 但是金箍棒坚硬到无法摧毁 所以我认为这一轮是金箍棒胜出 第四回合 速度对比 参赛选手 孙悟空VS闪电下 孙悟空的金斗云是它主要的空中飞行技能 一秒钟可以飞行十万八千米 那么金斗云的速度将大约是五千四百万米每秒 并没有达到光速 相比之下 闪电下的超级速度则体现在地面行走 它可以达到接近光速的速度 有时候它的速度可以超越光速 甚至穿越时间和空间 那么光速是约为两亿九千九百七十九万两千四百五十八米每秒 这使得它在地面上几乎无人能敌 无论是追踪敌人还是躲避攻击 它都能轻松应对 两者对比下来 孙悟空的金斗云虽然很快 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光速 所以毫无疑问这一轮闪电侠略胜一筹 第五回合 力量对比 参赛选手 孙悟空VS绿巨人 超人 首先大家都知道孙悟空曾被压在五指山下 在被唐僧撕下封印后将五指山顶飞 一座山有数千吨的重量 再就是它手中的金箍棒 重达13500斤 等同于约6.75个成年非洲大象的重量 凭它一人之力就能挥舞自如 最后就是孙悟空的终极技能法天向帝 当他使用这项技能时会变得无比庞大 大概和一个星球差不多 所以当他变身后使用金箍棒攻击 我相信可以轻松将一个星球劈成两半 所以孙悟空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在漫威宇宙中 绿巨人的力量无法估量 因为他的力量与他的愤怒程度成正比 在绿巨人 2008年这部电影中 他曾举起了一个重约100吨的岩石 而在漫画中 他的力量更是能够匹敌天神 但是似乎并没有恐怖到 能与孙悟空的终极杀招对抗 所以绿巨人败下阵来 再来看DC宇宙中的超人 他的实力在各种情况下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超人 1978年电影中 超人曾经将一座沉默的大陆 抬起并投入太空 这座大陆重达数万亿吨 在漫画中 他甚至有过将整个地球推动的壮举 那可是重达5972万亿吨的地球 那么他的力量应该和孙悟空不相上下 我认为可以打成平手 看起来在这几轮对决当中 各有胜负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技能是孙悟空一人所具备的 如果论综合实力的话 可能需要漫威和DC的顶尖战力 才能与之抗衡 本视频纯属娱乐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写出 你认为合理的PK 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好玩的视频等你 请期望